庄子上的晚饭都是按照饭点准备的 他们一回到庄子上就可以洗手吃饭 这又是上山又是下山的 宋辰还真是被折腾得饿了 足足吃了两碗饭 这个萝卜不错 酸酸甜甜甜爽口 自己做的吗 我不知道 又问厨房 来人 把厨师找来 很快厨师就来到两人面前 这样吃着饭突然被叫过来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厨师生怕是自己做的菜不合厨子的胃口了 小的见过主子 见过宋姑娘 厨师说完就要跪 站着吧 藏修玄知道宋辰不喜欢这一套 这萝卜是你做的 回主子 是小的自己琢磨出来的 主子要是不喜欢 小的往后不做了 还请主子恕罪 那个厨师大哥 你不要紧张没事的 是我觉得你这个萝卜 做得挺不错的 我想问一下 你那边还有没有 能帮我装点带走吗 宋辰的话 让厨师紧绷的神经 稍微松了一些 有的 我这就去帮姑娘装 说完 厨师就赶紧退了下去 他们家主子是真的太吓人了 好在有宋姑娘在 看着几乎把腿就跑的人 宋辰觉得有些好笑 你平日里都是这般严肃吗 敲把人吓的 我又没吓他们 是他们自己吓自己 弄得我像是会吃人一样 说话间 苍修玄也夹了块萝卜 放进嘴里 当下 五官就有些不受控制 他不喜欢这种味道 这有什么好吃的 味道好奇怪 宋辰看着他那副样子 竟然觉得甚是可爱 你觉得味道奇怪 有身孕的人 确实最喜欢这种 酸酸甜甜的 开胃 有 有身孕 苍修玄的动作 顿在原地 一双眼睛 定定地看着宋辰 心里疯狂地在叫嚣 你 你 你什么你 你脑子有病啊 宋辰看他这个样子 就知道他想偏了 我这么想 你在想什么 我要这个东西 不是我自己吃 是我娘 我娘有身孕了 说完 宋辰还无比嫌气地 看了他一眼 瘦ام 不 我 也不去管 她 双手还在胸前 好整以下地 看着她 活该 让她乱想 宋辰回去的时候 苍修玄 没有在带着他 走近路 让苍衣他们确定了 没有人在盯梢 苍修玄的马车出了庄子 宋辰也在马车上 还有一堆他带过去 给宋王氏的补品 苍修玄回来了 苍修玄的生活 唯一的变化 就是时不时的家里 就多了个蹭饭的人